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老人家雷打不动的任务 不论严冬酷暑 医学风霜 老人的儿子金飞所在的部队 虽然就在武汉 但除了休假 一年到头回不了几天假 在汉口火车站工作的儿媳妇雄人 每天也是早出晚宫 带孩子是家里最大的难题 在老人眼里儿子儿媳都是国家的人 忙的都是国家的事儿 自己宁可操劳一点 也不想让他们为家里的事儿拌住脚分了心 景与一 也说饼几天 打赏啥子 他们都不知道 我说 我不如知 询问他们出去 到哪里开会啊啥子 我只保习不保余 上回是起足球有个众说 我该让他们到医院里看 外国他说 景与一才说 妈妈 我打吊针了你 他妈怎么打吊针 我发烧了 他奶奶怎么没说呀 他奶奶说了就不跟你说 然后三天吊针 都没跟他人说 都是我一个人知道 我觉得我希望没有他 但是我觉得没有婆婆不行 你看我婆婆就是暑假 回襄阳 你笑什么是真的 我婆婆回襄阳去了吗 回襄阳去了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嘛 回去了 然后我跟我儿子 就天天不想做饭吗 就是我会做饭 但是呢 我就觉得好麻烦 好麻烦 我就觉得做半天 然后吃完每一点点 我就不想做 然后就天天点外卖 然后我儿子就会 跟他奶奶打电话说 奶奶你怎么回来 我都想你了 妈妈天天给我点外卖 哎呀 我一听我做 我就好想想 我不要听我 我该给我买个平衡 香阳是方尊联的老家 是老人的根 那里有他曾经的过往 那里是老伴牺牲的地方 但眼下武汉儿子的小家 是更离不开他的地方 为了这个家 为了孙子13年来 老人放下了很多 也拿起了很多 我婆婆也是 我的我儿子在家里 每天带个脑花镜 在那里学着发微信啊 然后给他打卡啊 就是拍个照片啊 发在那群里啊 现在64了 一个人骑着自行车 带着我儿子 这里陪优 那里陪优 一般的老人做不到的 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长 加上日夜的操劳 老人的身体 已不像以前那么硬朗了 2016年 我还是长大睡 净肥批二科 十九天 两个电话都不大 我有潮心净肥 有哄水 我有怕出别的杀死 我一潮心一潮潮 我搞一下操发 操发睡了 我一顿都不能顿 老人说 来来来来 是 金丞肥发救人 老人说 来来来来 你快来起来 我要聊聊 他一喊 我一起来 我一起来抱他 我刚刚没抱到他 我一会搬到地下 都在这个床上 一会从床上搬到地下 搬起来以后 没反应了 没反应了以后 金丞肥他妈妈妈 快点来来 搬到地下 叫了救护车 但是因为我怕 那个救护车 开不到我们小区的楼下 然后我就像半拖 半杯的样子 到门口去等120 就节日时间嘛 我很内疚 自己的家里也受了灾 然后母亲也病了 这次水灾波及面广 这些日子也是铁路上 最忙碌的时候 雄文没有向单位请假 躺在病床上的方尊莲 考虑到雄文 日夜倒班 疏导旅客 又要按点接送孩子 还要往返医院照顾自己 实在不忍心 看着儿媳妇这么拼命 心里有事儿 老人在医院 包围楼卫星的安全 他提了人也是 包围楼卫星的安全 金飞 1996年入伍 当兵第六年 直接从班长岗位上提了赶 在汉口站 担负春运知寝工作 已经连续15年了 他和雄文 也是在这里真正相识的 同志们的执行过程中 塑好形象 我们正常情况下 要求8点准备上岗 那么我们至少7点钟要出发 昨天在执行结束的时候 已经接到车站工作人员通知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 要提前一小时三大 我04年军校毕业 当年的年底 就是05年的春节 我就参加春运知情 包括06年 07年 一直这几年 我都参加春运知情 因为天后原因 几趟列车 已经出现了晚点情况 站前广场和后车大厅 聚集的旅客也越来越多 有一部分旅客 因为长时间的等待 也开始变得焦躁起来 金飞感同身受 特别理解人们 回家团圆的迫近 但他和战友们 首先要保证 每名旅客的安全 那人特别多 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个 在这个春运过程中 有一个叫分流 就分段接流 把整个后车 广场这个后车区域 一段一段地往前放 比如说五米 我们派武警把它隔开 等着五米之内 在这个空档的旅客 全部进站以后 武警再打开口子 再把这放进来 这样一段一段地 往里边放 有序地让旅客进站 这样的话就避免了 拥挤踩事件 像这样每天 尽最大能力 为旅客解决在车站里 遇到的各种困难 金飞自己 也记不住有多少次了 一天下来 不比在训练场上 摸爬滚打轻松 能把一批一批 万圈旅客 安全顺利地 送上返程列车 使他们能够 与家人团聚 那么我觉得 我们的付出 我们苦一点 也是值得的 这也没什么 九省通渠的武汉 连接着旅客们回家的方向 而对于金飞来说 这里是他坚守了 15年的阵地 是和妻子 并肩战斗了 15年的战场 熊文 在武汉铁路居汉口站 工作已经有16年了 从事过客运员 售票员 客运值班员 如今是这里的值班站站 每天处理着站内 大大小小的事物 工作十分的琐碎与繁玛 你跟武警协调一下 看看他们能不能过来 维持一下持续 这趟车 今天人比较多 好的 马上 春运期间 尽管夫妻俩 都在车站里工作 但是两人 见面的机会 却并不多 一天的工作当中 我跟他也基本上 见不到几次面 但是我们的目标一样 都是一个目的 希望能够顺利地 把女科送上车 所以我们心也在一起 虽然人不在一起 但心在一起 说起金飞 与熊文的认识经历 这还得从金飞多年前 参加的一次 军事汇报表演说起 我当时是代表 我们支队 一个会表表演 我在表演 他在台上看 而且当时他特别黑 然后我就记住他了 但是那时候 我还不认识他 我们真正开始 谈朋友谈恋爱 是在这里 在执行中 有一回突然间 就是跟他 工作上有交集 我说你是不是 那个五星总队的 哪一年在哪里 参加过那个 那个比武 我说是的 然后他说起那个表演 我们俩就达成了共识 然后就这样 我们就认识了 在之后的 每一年的春运中 我们通过工作上的 这个有交集沟通 互相了解就更多了 然后就逐渐走在一起 夫妻俩所说的 汇报表演 那还是1997年的事 当时雄文也在部队当兵 比金飞早两年入伍 其实我虽然是一个女童子 但是我的这种 英雄情节很严重 是真的 就是你看我平时 别人都喜欢追什么 偶像剧啊 我从小到大就喜欢看 那个战争片啊 就是那种侦察片啊 军事体材的片子啊 我就喜欢看这些 而且我就喜欢穿军装的 穿制服的 就是那种 我就喜欢这种 就这种情节很严重 他一做到明年我就非常高兴 当明他第一个素质好身体好 在母亲的祝福中 金飞和雄文走到了一起 组成一个冰味浓浓的家庭 就连彼此开玩笑都透着军旅情节 他应该管我叫班长 现在有时候在家里聊天 那干什么的时候 他我说 我说班长说了算不算 我问你是不是应该听班长的呀 好好听你的 听班长的 听班长的 因为同样有过当兵的经历 所以雄文对部队比较了解 对丈夫金飞在部队的工作 也是十分的支持 但是自己的工作也很繁忙 如果婆婆不在身边 雄文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坚持过来 尤其是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因为刚出生不久 所以身体不是太不好 然后就住在住人监护室 就是我跟婆婆两个人 然后孩子 当时医生就直接让他孩子就进去 孩子身上拖来以后就照那种光 然后大人在外面可以看得见 我就跟我婆婆两个人在外面 谁都不说话 就是眼泪就一个劲的牛 就在孩子刚刚出生的第四天 金飞接到部队紧急 召回执行重要任务的命令 就是觉得自己很无赖 但是你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 你能怎么办呢 就只有什么事情就只能靠自己 埋下深深的内疚 金飞全身心地投入到 所执行的军事任务中 并因为表现出色 融立了个人三等功 当他把军工章拿回家的时候 雄文说 这段时间妈照顾孩子 她要照顾我 军工章的一半应该给咱们的妈妈 当时逆了三等功嘛 我把军工章拿给她 她就是激动了流泪了 有这样一位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婆婆 雄文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服务旅客 和支持丈夫部队工作上 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上进心的人 那么对待工作她是很认真的 这与她本身的性格 包括她也当过兵 培养一些好的习惯 一些好的作风 这些她都在工作中运营了 雄文 武警图备总队今非其次 2018年7月 雄文因为事迹突出 被武警部队表彰为首届十家军嫂 同年12月 汉口火车站以她的名字命名 成立了雄文老模工作室 看着儿媳妇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老人方尊莲是打心底里高兴 再加上一起度过难关 谱媳之间的感情 越来越像母女 有时候雄文在她这位妈妈面前 也会耍一下女儿的小心子 我回家了以后 我就想睡觉 我不想吃饭 她也是好心 她把饭做好了以后 她就不停地叫我要吃饭 我就想睡觉 她说你现在不吃都会凉了 就不好吃了 就不能吃了 我烦死了 我就想睡觉 因为我都是年纪过来 我也知道这个压力大 她坐一会儿 人家一两个小时 她一会儿她就想回来 她肯定会觉得委屈 然后完了以后 我躺在床上 我就觉得自己不对了 我就起来 我就去跟她道歉 她妈对不起 我说啥子对不起 她说我刚刚你 我语言说话 谁 太难过了 她说我的压力太大 我说我知道你压力大 我看你说啥话 我从来我没有 我没有计较的 雄文知道 婆婆这些年来 心里的压力也不小 平日里既要把家里的事操持好 好让小两口安心工作 每天还要教育 抚养孙子 生怕有什么差池 所以她也是大心眼里 尊敬心疼婆婆 生怕因为自己的原因 让婆婆想起伤心的往事 回处我给你 原来 方孙莲的丈夫是湖北襄阳的一名交警 2006年6月7日这天 她在外出直勤中 被一辆违章俱停的车辆撞到 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亲人突然离世 一下子把方孙莲推到崩溃的边缘 对我母亲打击特别大 因为太突然了 所以我母亲 我感觉到她自从我父亲离开以后 她根本就是每天都是在那种痛苦的 这个还有压抑的心情中度过 丈夫生前单位担心方孙莲出现什么意外 想让她动员儿子从部队早点回来 并承诺按政策优先在本单位安排工作 以解除烈士遗熟的后顾之忧 我很矛盾 这个母亲一个人在老家 我在部队里 我刚刚军校毕业两年 这个也是部队正是需要我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我选择了离开 也辜负了部队领导对我的培养 然后我就跟母亲说 您是什么想的 我母亲她很支持我 她说家里边你不用管 干好你自己的事 干好你自己工作 有了母亲这句话 我心里吃了点心碗 在母亲的支持下 金飞在部队勤奋工作 入伍23年来 多次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 八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雄文在婚后的十几年中 先后获得三八全国优秀女职工 全国铁路金国标兵 火车头奖章 金楚楷模等荣誉 还有孙子金雄宇 也从学校拿回了好多 让奶奶开心的奖状 我很感激我婆婆 我甚至感激我婆婆 比感激她更多 要是家里没有她 完全就转不开的 您这一辈子 为了我和我这个家庭 在操劳 您对我们这个家庭的付出 太多太多 我我们这个家庭 我和我爱人 我儿子 这个都无以回报 您幸福了 我们一家人 永远爱你 每个母亲 每个老年 每个母亲都要这样走 都会这样走 你要受伤 都会这样走 把这部队儿女们好 把这部队他们工作好 表现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